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了共同努力的契机 不过他也坦诚在他任内 甚至是有生之年 两岸统一很难实现 520就职在即 准总统马英九昨天接受美联社专访 关切四川强政灾情 他敦促中国当局 赶快开放国际救援人员进入协助救灾 马英九曾承诺 上任后积极推动两岸政策 包括开放包机和大陆观光客来台观光 但他明确指出 日内不可能和对岸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 大家都知道它会很难看 任何一种一种话题 甚至于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匿体 有很多问题 必须要我们的联系 我们不能只能够 我们只能够认识 谈我们自己的 台湾或中国的 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不是什么人们所欣赏的 谈到美台关系 马英九也强调 将会一改目前贬政府的外交冒险政策 重建与美国的互信关系 据者曾慧明报道 好 520总统就职典礼即将到来了 而所有的彩排活动也陆续的展开 主办单位今天表示 当天表演节目涵盖了音乐 舞蹈戏剧也兼顾各族群的特色 而当天晚上将在高雄真爱码头施放烟火 而今年来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外宾 大约有530人 22个友邦高层将会陆续抵台 520总统就职典礼活动规划出炉 当天上午9点钟 总统当选人马英九将在司法院长 拉英照监视下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最后马英九为陈水扁总统与吕秀莲副总统送行 并接受外宾致贺 11点钟开始在台北小巨蛋展开就职庆祝大会 半年型的舞台 现在是完全360度的开放 因为要参加的人实在太踊跃了 520庆祝大会活动总监陈胜甫表示 包括云门舞级 国光剧团 台北市交响乐团等十几个表演团体都受邀演出 节目内容兼顾各族群特色 而实力派歌手徐景淳 凤飞飞汉 王力宏 伍板也都将到场表演 晚间的重头戏 国宴在高雄汉南饭店举行 并且在高雄真爱码头释放烟火 配合灯光与音乐 五彩缤纷的烟火总共将施放4078 将在空中与水上激荡出震态与美丽的画面 最大的特色是我们配合的水舞 也就是我们水舞以及高雄市的交响乐团 乐团以及我们的烟火一起共同的来演出 外交部也确定当天将约有530位外宾 22个友邦高层来台参加总统就职典礼 由于外宾 侨胞还有管理的民众相当多 主办单位也提醒活动的周边将有交通管制 驾驶必须特别留意 配合改道行驶 记者王齐如 赖勋一 台币报道 今天另外一个新闻焦点呢 就是在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 一直失联的祥赫旅行社14名台湾人 终于有了新的进展了 他们所乘坐的游览车GPS卫星定位 现在已经被找到了 根据他所在的经纬度 目前游览车是在出汶川四公里 海拔2760公尺的高山上 四川大地震之后 失联的祥赫引发旅行团14人 一直没有任何音讯 不过正后第五天终于有了进展 那就是透过GPS定位 找到14人所搭乘的游览车 最后一次发出讯号的地方 京度是10354765 纬度是31456053 是在出汶川四公里处 它海拔在2760米的海拔上 应该在高山里面 四川当地的搜索队在今天下午 已经以徒步方式进入山区 而当地的救灾指挥中心也表示 如果一找到人 就会立即派直升局去救援 心结如焚的家属也希望以车寻人 毕竟团员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家 万一天气变冷 没水没电 担心老人家会撑不下去 这段日子也非常难熬 每天心理上都是挂脸 不是怎么样心理滋味就不是海 家属们到庙里求神问谱 求得一只写着 河道看看结成完 此事必定两相全 回到家中宽心坐 妻儿鼓舞乐团圆的签 纵然稍稍宽心 但怎么样还是放不下心 拿着护照和证件 巴不得现在就飞往成都 当然是要看到人才会安心 经过海基会的协调 当中六位家属 明天将搭乘正常航班前往成都 掌握第一手的消息 而除了这十四人 还有六个人 总共二十个人失去联络 一面小组一请求当地媒体大力宣传 协助找回失联的这些人 让亲友早日放下心中大石 记者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